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五股营养好周到 本节目由营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这医疗事故恐怕是所有从业人员最大的噩梦 在湖北省的宜昌市 有个叫张燕的美容店老板 他就遭遇了这么一场噩梦 那是2022年9月的一天 张燕这个店里头来了一名女顾客 她主动提出希望张燕为自个儿注射玻尿酸 波尿酸呢 可能不少人都听说过 它是一种透明质酸 可以用来做这个面部填充 打一针的针多少针呢 一般都是一千多吧 他当时说要打几针呢 他当时说打两针 这两针波尿酸女顾客想要填充在太阳穴上 让自个儿的这个部位呢更加饱满 那这也是医美行业里头常见的小手术 有资质的医师都会操作 然而就在张燕的第一针波尿酸 刚注射到一半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那顾客突然叫起来了 说我的左眼 我的左眼怎么看不见了 张燕吓了一跳 凑近一看呢更是魂飞魄散 对方的这个左眼瞳孔瞬间扩大 几乎变成了全黑 那个黑眼球已经扩到白眼珠了 一片黑 中间的那个小瞳孔没了暗了 你当时 懵了 想玩了 是啊 这真的是谈上大事了 可想而知张燕急得是 手术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在顾客的提醒之下 这才想起来赶紧送他去了医院 然而医生耿出的诊断结果 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医生经过观察 发现患者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然而他的眼睛啊 这不太好了 医生初步诊断之后认为患者的这个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情况不容乐观 我吓死了 我也害怕他瞎了嘛 对吧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肯定要承担 医生都这么说了 那张燕当然身心不已了 但是他虽然害怕 可还是很负责任的 话音刚落 要有他负责的人这就上门了 医院里突然冲进了几个人 男的女的都有 他们说是这个被害人的家属 找着张燕索赔来了 亲人受伤了 家属群情激愤 要有些补偿 这本来是正当的需求 可是接下来的这索赔经历啊 就让张燕大乎意外 大为震撼了 这群人首先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十万元 但是张燕觉得 他得等医院出具了正式报告才能给钱 我说没有结果 怎么可能会给钱呢 也是这大晚上的只是看了个门诊 做了初步诊断 具体的伤势还不清楚 再说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给人治眼睛呢 然而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那名受伤的女顾客 竟然不见了 家属们的解释是 他回家收拾行李 去外地求医了 这怎么行啊 张燕当即提出陪他一块去 却被对方一口回绝了 就说他认识同纪的医生 说直接打招呼就行了 说我们不用去 就赚点钱就行了 就说的反正就是牛头不对 就很奇怪 张燕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然而就在他距离力争的时候 这帮人发大招了 他们直接打110 叫来了警察 对着警察大叫冤枉 还头部张燕 这就是警察赶来的时候 拍下的出警视频 可是警察了解了 室友之后也为难了 真正的被害人 他本人都不在 你让警察怎么办呢 从我们民警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一起这个医疗事故的民事纠纷 他并不构成刑事案件 是啊 没有被害人口说无凭 你让警察怎么处理 见警察离开了 这帮家属的态度也变了 他们开始降价了 从十万到五万 一路降到了两万 只要张燕掏钱就能息事宁人 这时候张燕就算再迟钝 也觉得不对劲了 他果断地掏出了手机 干嘛呀 他也拨打了110 再次把警察给叫回来了 我就没有去答应他给钱 后来随之我们就报警了 见张燕报了警 更负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那几个亲属竟然悄悄地开溜了 至于那名自称失明的女顾客 也联系不上 这下轮到张燕跟警察傻眼了 这两方是大眼瞪小眼 听说了张燕的这经历 警察那是闻所未闻 张燕遇到的究竟是个什么事 是医疗美容事故还是敲诈勒索 你要说它是医疗事故吧 也确实有可能 注射玻尿酸是有可能发现这种情况 有可能发生这种玻尿酸 把眼睛动脉给注射了这种情况 那名女顾客注射的是太阳穴这部位 离眼鱼那么近 还真有可能会发生事故 而且据这个接诊的医生回忆 她来到医院的时候 左眼确实是出了问题 医生的判断自然有她的道理 可是又该如何解释那名女顾客的突然消失 以及她的亲友的那个诡异行为 张晏带着满心的疑惑回了家 回了家之后啊 一些回忆却逐渐清晰了 她想起了很多的细节 从一开始这女顾客就很不对劲 原来那名女顾客进入到店里之后 一开始是修理眉毛的 到了后来才改口要注射玻尿酸 一直就很奇怪 因为首先她明明是说做这个又变成了别的 临时起义要做医美 这不算什么怪事 然而注射玻尿酸之前 这名女顾客却突然频频地提要求 要去卫生间 这又是为什么 是因为害怕打针想上厕所吗 因为她一直在去反复在去 去了之后 回来之后 没一会儿几分钟 她说我已经发黑了 看不到 上完厕所之后 这人就突然失明了 有这么巧吗 张燕越想越不对劲 赶忙把自己的新发现告诉给了警察 与此同时 医生也告诉警方 那个女顾客确实有问题 然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就是表现得很抗拒治疗 然后态度和正常人就不一样 我们当时医生护士 当时就说这个人很奇怪 据医生回忆 那名女顾客一直遮遮掩掩 不愿意让医生仔细看她的眼睛 稍微触碰一下 就一直喊碰 根本就不让人靠近 这就奇怪了呀 一个要失明的人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 积极配合治疗 拯救自个儿的眼睛 她怎么还回避起医生来了呢 而且情况如此紧急 这人竟然还突然消失了 这也太行为反常了 种种不同寻常的细节 汇集到了警察这儿 让他们做出了个决定 跟进这件事展开追踪调查 那警方这么一查吧 果然挖出了更多情况 原来近一段时间 宜昌本地的多家美容店 都遇到过类似情况 那都是无出一辙呀 都是因为给顾客注射了活尿酸 导致对方的眼睛出现了失明症状 说有这么个事 然后问我是不是伤到受骗了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李霞就是其中的一名店主 他清楚记得 当时来接受注射玻尿酸的 是个年轻姑娘 她22岁 所以意外发生之后 她特别的愧疚 当时就很相信这个事情 就是我造成的 你操作方式不当 李霞毫不犹豫地 就接受了对方的开价 他要赔给对方15万 这不是个小数 李霞是东贫西凑 好不容易凑足了15万 然而后续的发展 您可能也猜着了 这女子拿到钱之后 就匆忙离开了 根本就没在医院 做进一步的治疗 这显然问题很大 然而听说了 李霞的做法呢 警方首先反问了 她一个问题 你这么痛快地赔付 只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你干嘛给人家打这个东西 你会当吗 你能当吗 还是什么回事 原来如此 李霞根本就没有资质 给顾客做医疗真剂服务 当然了 警方这么问李霞 并不是要给他找麻烦 而是意识到了一种可能 果然 张燕也告诉警方 他经营的是一家生活美容店 同样不具备开展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 本身是没有资质的美容店 去打玻尿酸 也是违法行为 张燕也解释了自己的行为 他说这是应顾客的要求这么多的 这也是他第一次给顾客注射玻尿酸 而他之所以同意这么多 一来是注射玻尿酸的利润比较高 二来是他自认为不会出意外 因为我也一直给自己家人弄过 也很安全 也做得也还蛮好 我就想要不就试一下 就没有想到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没想到吧 意外真的发生了 所以张燕事后才会如此慌乱 他是真以为自个违规操作 谈上大事了 当然了 张燕的违规行为稍后再追究 警方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后来随着我们调查深入 越来越多的电子 有相同的经历 都是瞳孔放大的症状 我们就觉得 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事物了 所有的涉案美容院 竟然都没有医美资质 他们也因为这个原因不敢成章 只能陪钱了事 据警方了解 这些美容院少的赔了七八万 多的赔了十多万 真的是损失惨重 但是警方也因此得出了个结论 嫌疑人就是冲着这一类美容院来的 他们的做法已经涉嫌 敲诈勒索了 他们的手段还是比较熟练的 而且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 从犯罪手法上 警方推断这应该是同一伙人 接下来警方也在各路视频当中 作证了这个猜测 这个医院的监控视频 我们就发现 两起案件是同一伙人里面有交叉的这个嫌疑人 这种犯罪手法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然而警方随后的调查结果更是刷新了认知 他们发现 案发的宜昌市只是这些人的其中一个作案地点 他们这段时间以来 在湖北的荆州 石宴 湖南的长沙 河南的安阳等地连续作案 涉案金额达100多万 案件再次升级了 这竟然是一个全国流窜的犯罪团伙 而且犯罪手法新 隐蔽性强 如果不加以阻止 还会有更多人的人受害 当时警方迅速集结起来了 他们联络各地 收集证据的同时 也多方研判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 这个犯罪团伙究竟来自哪里 下落何方 遗伤警方从被害人的讲述当中 敏锐地找到了突破 我们通过这个 他们这个作案手法 我们也认为 他们既然能骗过医生 骗过专业的医生 那么他们背后肯定也有相应的 这个专业人士来指点 基于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个背景的深度研满 就发现他们本身 也是从事医美机构这一群人 也就是说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被害人的同行 调查结果嘛 果然如此 警方确认 这个敏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一共有17名成员 他们都是荆州同一家 医美医院的股东和员工 这是什么奇葩的医院呢 好好的同事不当 非要当这犯罪同伙 但是情况还真是这样 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 彼此配合 有传作案 而团伙的主要组织者 是个叫秦某的人 他一直坐在后方 在幕后指挥 他们的外勤组 就是打针的人员 打针的人员在各地打针的时候 荆州医疗美容院 这个姓秦的女子 就往他们打针的城市 去寄快递 每到一个城市 就寄一份快递 秦某的快递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很显然 他最大的秘密 就在这个快递包裹里头 这也是困惑了警方 很久的问题 我们在前头也提到过 每个外出打针的嫌疑人 都是在注射玻尿酸的时候 突然瞳孔放大 疑似失明 而且这症状还能去医院 通得过医生的检验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022年10月18号 医伤警方赶回荆州 把秦某等人一网打尽 这些男男女女 大部分都很年轻 穿着入食 一脸的天真 可以就是这些人 逃至了如此隐秘的心情犯罪 他们为什么放着 好好的生意不做 要去敲散勒索 还有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导致了 他们行骗的时候 突然失明 骗过了所有人 五股营牙好周到 本节目由一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刚才我们说的 警方经过周密部署 一举破获了一起 特殊的敲诈勒索案件 犯罪嫌疑人 都是医美从业人员 他们利用了某些 相关从业人员 资质不全的漏洞 对其敲诈勒索 案件告破了 仍然有些疑问需要解开 秦某等嫌疑人 原本在湖北荆州 经营着医美医院 他们为什么放着 正经生意不做 要蓄意对别的美容店 进行敲诈勒索呢 以下是秦某的回答 他表示 他从事美容行业多年 近些年嘛 和几个股东合伙投资 开了一家医美医院 但是正式营业没几个月 医院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然后门面工资这些 没有办法承担 还有股东退股 干得不好 可以从头带来 但是秦某却说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因为要取得医疗美容的 相关资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他们不继续投钱 这家医美医院就会破产倒闭 以后再想做医美 也不可能了 后来我们几个人就协商 这个医院还要不要撑 还要不要做 然后大家就觉得 那就再拼一把 要怎么拼搏奋斗呢 秦某想的不是改进技术 也不是宣传运营 他听从了某个股东的建议 那个股东表示 医美市场良有不齐 好多中小美容店 都在违规做医美 这些都是现成的把柄 秦某说自个儿不懂法 但是他明明懂得很 他完全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 但是秦某还得在道义上说服自己 他召集员工的时候 鼓动大家 我们正规的医美机构 活得举步维艰 那些违规操作的小店 却因为成本低廉 活得那么滋润 这太不公平了 我们这是在打假 在净化美容圈子 还别说这话一出 那还真的是群情积分呢 关某就是其中一名员工 他对自个的定位是职业打假人 失出有能之后呢 就是解决技术痛点了 这也是一直困惑警方的问题 要怎么才能够让人信以为真 觉得真的出了医疗美容事故呢 答案就在秦某寄出的包裹里 他构制了一种特殊的眼药水 这种眼药水能够让眼睛在短期内 瞳孔放大 但是并不会对人的眼睛造成实际伤害 对于任何一个急诊医生 人的瞳孔三大 一般是处于一个人 濒临死亡的时候 才会有的这么一个细节特征 但是在一个仅仅只是一个人的 其他生命体上体征很正常 但是眼睛的瞳孔三大 就代表这个眼睛可能就是失明 谁能想得到 有人会拿自个的眼睛来造假 但是嫌疑人之所以能够蒙蔽部分医生 那也是有条件的 他们特意选了一个有力的作案时间 就是我们不是在白天去 都是晚上去 晚上都是些值班医生 没有仪器都没有打开 他也不能进行一个详细的进一步检查 他只能给一个大概的评估 这些人太有心机了 不仅钻被害人的空子 还钻医院的空子 他们就这样拿到了一个流利的诊断意见 也让被害人心软如麻 欲求 然后我当时一听医生这个话 那我肯定是相信我们医生的 李侠是上当受骗了 但是也有一些店主察觉到了异常 不愿意赔偿 这个时候呢 秦某等人就祭出了终极大招 他们主动报警 还有威胁被害人 要向监管部门举报 软硬坚实之下 被害人越来越多 秦某等人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就在他们全国流窜的时候啊 张燕出现了 他坚决不肯妥协 主动选择报警 这才让一直隐秘进行的敲诈勒索案 大白天下了 这个说实话 属实是没有想到 如果当时有后悔要的话 我肯定是非常后悔的 真相大白之后呢 美容店的这个店主们 纷纷直呼后悔 他们不仅后悔 向犯罪分子妥协 更后悔没有经受住 金钱的诱惑 违规操作 那你明知道 那为什么要给他做呢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现在的一个 我觉得行业的整个现象来说吧 一方面是强奸馆严格 一方面的市场的话呢 就是说 带的需求在这里 你做深美的话呢 就是说 开一家店是很难支撑起来的 这位叫丁熊奥的店主啊 谈到了普遍存在的行业难题 医美行业正在风头上 让他们心生羡慕 所以才会在嫌疑人再三要求之下 挺而走险 丁熊奥现在是吃了一亏 长了教训 也对自个儿的生意 有了新的认识 做生意呢 要做长久的生意 或者做一个长远的生意的话 一定就还是要 我觉得首先要符合 各方面的规范吧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 就比较安心了 然后你看我们就做皮肤管理啊 做一些问题皮肤啊 是吧 通过自己的专业 能够解决客户的一些皮肤问题 他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你就去其他的正规场所去做 规范经营 才是正当 目前的犯罪嫌疑人 秦某等人呢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移通到检查机关 接受审查起诉了 这些违规提供医美服务的 生活美容店呢 也分别受到了 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但是呢 行政处罚的同时 一场针对他们的退当大会也召开了 有关部门一共成功追回涉案赃款八十多万 这些钱都返还给了相关被害人 为他们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被害人也表示要洗洗教训 再也不违规永远 案子讲完了 来说说这些犯罪的人和被害的人 他们都是相关的从业人员 都是利益的趋势之下 铤而走险 最终违法违规 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个新型行业加强监管 对这类新型犯罪提高警惕 而最重要的是 破除掉医美行业的神秘感 破除掉那些信息不对称的内容 试想一下 有一天 每一家机构 每个医师的资质都能够轻松查证 每一只药水都能够扫码验证 每个手术都有指导价格 那么不仅行业能得到净化 消费者的权益也能得到保证 无故营业好周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案室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